火场不断有物品爆裂 现场灌旧的水不能断 来回狂奔 因为屋内五人受困 不难耽搁 还有消防员从火场出来 被呛伤 清晨就在一个半小时 现场摆明警消 泪翻了 一旁慈激之工 已备好了面包和饮料 送上物资 还有人回收空瓶罐 另一组人则全程陪伴家属 天人永隔的痛无法承受 志工仅仅搀扶 几乎都崩溃了 看到小朋友 还有陆续大人救出来的时候 几乎就是摊坐在地上 两位妈妈都摊坐在地上 其实火灾现场 就在高雄敬司堂附近 许多志工原本都在 敬司堂上精进日课程 为了我们的辖区里面 有这个火灾 我就刚好跟上人告假了 我就赶快叫了几位师兄师姐 就到现场 志工赶赴火场协助的 赖姓屋主 捐善款给自己长达20年 更是心脏权威医师 现任的高一董事 我心中的 我成童子成人童子的童子 我也能处理 不只屋主 连女儿跟女婿都是医生 医师世家遭逢不幸 邻居志工纷纷伸出援手 协助家属走出伤痛 大爱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 郑瑞平高雄报道 我还有一个我没看